大家好 我是宣問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重磅股危危苦 講講講股情況 今天市場表現一般 早段是OK的 高開的 上過23,600點水平 不過很快就升幅 無以為計 慢慢回落 五市已經到跌 跌了五十多點 不過下半場之後 跌幅進一步擴大 最後全日要跌200點收 收23,275點 成交仍然是低迷的 859億 早段能夠做好 多得科技股 其中阿里巴巴是威水的 最後都有升幅 雖然縮集到不足1% 只不過受到傳統經濟股 特別是金融股 內房股的拖累 令恆生指數有升幅 其中中移動跌幅比較大的一隻 跌2%開外 五十元都沒有了 講講整個市形勢 今晚市剛剛提過 成交其實不多 八百多億顯示 好油以至淡油入市意欲不強 成交不多 市的啟示性好像不太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令市的啟示性起碼用基本面 或市場因素來看 不太大的因素 就是港股通已經停了 因為是假期 中秋加國慶長假 港股通一直會停 停到下星期五才重新開動 換言之 北水近年支撐或港股主力的北水 要下星期五先催戶重來 換言之 這段時間沒有北水 換言之 顯示啟示性可能不太大 加上第三個 看一看納斯達指數 為何要看納斯達指數呢 現在就是因為 明天就是第三季的季節 這段時間 納斯達指數 起碼 過去兩三個交易日 慢慢升上去 雖然 仍然未突破 之前我節目提過 就是兩個雙頂的阻力 換言之 還未確認 扭轉一浪低一浪的形勢 但是 過去兩三個交易日 慢慢升上去 不多不少 可能跟 明天就是第三季貴傑有關 基金可能在貴傑前做一做事 令到 納斯達指數就升上去 那美股納納納升上去 港股明天會不會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第三個 就不明朗因素在這裏 令到 大家就 咦 今天的市 雖然是跌 明天會不會有什麼不同的走勢 這是傳移的 所以 這個第三個因素 就顯示 今天的市 跌 方向性不太強 第四個 就要講一下 就是 今天的市 雖然成交不多 但是 外面 特別是政治方面的消息 都頗兮兮兮兮兮 頗熱鬧 起碼兩個政治消息 大家都是看著 一個明天就有初步的分曉 另一個 再看久一點 這兩個因素 其實都可以令到市 出現一些不同的變化 所以 亦都是令 剛才那一句 令到 今天的市 升跌 好像 看來 就不是太過 重要 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 美國的總統大選辯論 第一場 就是 明天 就是 開始了 美國時間 就是 今晚 我们 我们 明天就 明天就 明天 就 明天 , 開始呢 便在辯論 拜登對特朗普 究竟會 辯論成什麼的狀況呢 大家都 留意著了 因為 今 年的 美國總統大選 被譽為最不明朗的一年 因為 記是 誰是 沏水隨手 就不知道了 第二個 nghett produz 會不會很清楚 會不會有和平的過渡 因為特朗普已經多次提出 多次被問及會不會有和平過渡 和平轉交權力 他都不肯承諾 這個在美國的總統選舉來說 起碼我看這麼多年美國總統選舉都沒見過 竟然不承諾 會有和平轉交權力 根本問都不會問這個問題 只是對特朗普都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整個選舉就非常不明朗 所以明天辯論會怎樣呢 是一個大家很關注的 如果進一步令兩個僵詞的態勢越來越明顯 支持率越來越近的時候 令事情更加不明朗 因為大家最擔心就是選完之後不能立即有結果 換言之不能當晚宣佈誰是下一任總統 而在交絕情況大家最害怕 所以明天第一個就關心總統選舉出來之後的表現是怎樣 第二個就是要關注兩個 究竟這段時間都是民主共和黨 都是針對中國 究竟兩個在中國問題上會越罵越厲害 就是要罵中國 就是要罵越厲害 你罵得厲害 我再厲害 鬥厲害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對港股都有氣氛有影響 所以這就是其中 就是美國政治的不明朗因素 與此同時 在高加索地區 在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地區 出現一個衝突 就是土耳其涉及其中 當然打的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 土耳其涉及其中 俄羅斯都好像有些身影在後面 所以這個衝突令大家很關注 會不會進一步擴大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所以換言之 剛才幾個用基本面 或者用市場的因素來分析 有幾個不確定性在這裏 令到整個市場的情況 就看上去不太看到方向出來 只不過 反過來 如果不用基本面 或者用不少人的因素 而是用技術面看 方向就相對明顯一些 第一就是回到點題那幾個字 重磅股危險負 因為重磅股的走勢都是遭高的 當然重磅股之中的科技股 形勢是上可的 起碼今日科技股指數 只是跌1點那麼多 相對恆生指數跌200點 真的撐太遠了 當然 恆生指數點數多些 但無論如何 計百分比真的太遠了 科技股就不太有問題 但是其他重磅股是頭痕的 其中一個 中移動 我剛才說過的跌幅 算是大的籃籌股 看到已經穿了這個 這個重要的低位 其實之前這裡畫一個頭肩頂的狀況 頭肩頂穿了頸線一段時間 50元失手 還失手前浪頂的支持 現在看下去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支持位 要去到第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上升列口 現在正是保緊的之中 最重要的支持位是去到三月的第二位 換言之中移動是租高的 走勢是其中一個重磅股 另外一隻重磅股 中資股也值得提一下 就是整個內眼都來了 整個板塊都很租高 一直跌下去 形成一條很漂亮的下降軌 這條就是健康的 看到了 這下降軌是差不多4點 很漂亮 一直滑下去 換言之 很漂亮的下降軌 意思就是跌勢非常明顯 內銀股是很重要的板塊 也是重磅 這樣跌下去 都是認真頭赤的 今天還是出現什麼呢 就是 穿頭破腳 走勢很差 加上內銀股之餘 香港的金融股 或者國籍金融股的走勢 都是差的 看到這個 就是有幫保險 雖然跟內銀股來比 就英俊很多 英俊是一直跌下去 跌了好幾個月 只是最近才出現跌勢 但是用技術走勢來說 跌了一個前浪頂 或者當作一個雙頂 雙頂的項線已經失手了 已經兩天站在下面 換言之跌穿雙頂確認了 走勢也是轉弱的 向下再走的可能性是大的 至於匯豐也要提一提 之前節目估計會反彈 會彈到多少呢 大概到32元 逼近前浪底的阻力 結果昨天大彈 對不起 琴大彈 大彈彈到接近這兩天 高位是見過31.4元 逼近前浪底的阻力 看起來好像幾位水 但是仍然未突破這條下降軌的阻力 所以換言之 反彈也是當它反彈 不能夠當它是很強勁的回升 換言之下降趨勢仍然未變 這條未穿之餘 這個趨勢更加未變 所以換言之也是很差的 很明顯 這麼多隻股份 從某股都是危危負的話 恆生指數的走勢 都不會靚制得去哪裏 事實上呢 今天恆生指數 都是出現跟建行同一樣的情況 就是穿頭破腳 用陰陽軸來說 高位就穿了 低位就穿了昨天的開市價 已經是穿頭破腳走勢 其實是差的 而且用保力加通道 我最近過去 這個月都經常提到保力加通道的分析方法 通道抹帶之餘 掉頭向下 而且壓住通道底下 換言之 繼續向下走勢 仍然是比回升的大 換言之 看技術走勢 看重磅股的走勢 基於重磅股 技術走勢危惡 恆生指數 再向下走的可能性 是大的 現在對落一個重要關口 當然是兩萬三千點 好了 講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